最好用的载具你知道吗 游戏里已经有非常多的载具了 今天来聊聊最好用的三个载具 综合实力超强 选它们绝不会错 1.小轿车 小轿车它的综合性能没得说 首先就是速度非常快 很轻松就能达到120千米每小时以上 并且它加速快 转弯也快 底盘低不容易翻车 油耗也不高 还能坐四个人 因为车身整体不高 也不容易被打 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载具 2.吉普车 吉普车也是非常全面的一款载具 最高速度和小轿车一样 都能轻松达到120千米每小时以上 加速也比较快 转弯也很方便 虽然底盘高了点 但是通过性也更强了 很多崎岖不平的路面都能开 越野能力没得说 油耗也不高 也能坐四个人 综合能力极强 3.护沛跑车 护沛是一款跑车 主打的就是性能 它的最快速度能达到150千米每小时 而且转弯灵活 裸路部位很少 开起来敌人根本打不中 是人少时的最佳选择 不过它底盘比较低 通过性比较差 越野能力不行 不过在正常的路开绝对超强